凡事不必太在意,更不需去抢求,就让一切随缘。 好比不一定躲得过,面对不一定最难过,孤独不一定不快乐,得到不一定长久,失去不一定不再拥有。 生肖猴子29岁的时分,受到了眉心入宫,好远悉数消失不见的晦气状况,这样的状况让生肖猴也是非常疑问, 这份工作开展非常好,为何会如此? 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命中,有了服侍凶心的影响,导致了生肖猴的开展,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在爱情方面,让生肖猴这个家庭主义者终究也是非常疲乏, 爱情方面的受挫,大大影响了他们各方面的开展。 生肖猴在35岁的时分,最大的劫难就是自己的工作,年轻的时分, 他们由于有了闺人相助,所以早早的就有了财气恒通,工作腾飞得好于是, 可是在这一年,阅历了许多,尤其是工作方面,一切千里, 让生肖猴之前的精力都成为了空墙。 就算是如此,生肖猴仍是百折不挠,他们缓度在尽力奋斗之中, 只需度过这一年,就会运势上升。 身后属相的男子精明能干,风度翩翩,他由于抓住事业,可能不休蝙蝠, 却往往赢得人们倾目的目光,他只想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, 不愿意低散下次的求人,因而一度陷入困境, 他抓住机遇便能创造财富,于是大手踏脚,重不小气, 不难以节约开支,需要有一个娴熟的内当家,在生活上管住他。 身后属相的女子性外汇中,高雅大方,他天生励志, 身材苗翘,不需要减肥,也不能装艳末,就自然时髦, 不让人羡慕不已,他爱好艺术,具有表演的天才, 口齿凌厉,从不让人,他的自尊心特别强,不能忍受欺误, 如果谁得罪他,他绝不饶人,向你诸记扬相, 但只要尊重他,他就是最好的女主人, 身后属肖的人一生洒脱,长寿场乐,他们热爱生活, 精力充沛,对新的世界具有好奇心,敢于冒险,喜欢刺激, 在他们面前总是有些发现,他们开朗乐花,充满风趣,活泼有余,严肃不足, 他们不受管束,无忧无虑,最喜欢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, 疏猴的人宽厚善良,心胸坦荡,最负面小级, 而无大病大灾,虽有曲折,但终会美满幸福,健康长寿, 财运,中平,本周要想赚了更多钱,还要与别人合作, 强大自身,去获得更多财富,投资上要注重项目分析, 理性去投资,否则会损财,事业,小级, 本周事业越顺遂,在团队中处于无人能及的地位, 要经常向上撕献计,获得接纳,有机会发挥所长, 做出令人观目相看的成绩,爱情,小级, 本周桃花风生水起,只是一婚人士则需要注意下自身言行, 一朵与配偶交流沟通感情,也把天赐放外面了, 另外有时间可以跟朋友家人多聚聚,人缘,小兄, 本周已在与人交往时,要小心注意些, 以免有薄柄落入小人手中,被人陷害, 人际关系上,要三次而语,否则会是非从口出, 祝月属侯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佛快来接起那福, 也请你们替身边属侯的家人和亲朋好友, 送上最亲切的祝福,点亮下方,并转发即可, 祝福你们,喜抱三元,吉祥如意,招财内福,身体健康, 万事大吉,文心提示,进入了2018, 在面对这许多不可知的命述时, 王老显得盲闸,无助,命好普如俊好,命有上签订, 运客后天改,建议可以随身陪带, 或者在家中放置一个专属感运狩猎,能够给您智慧之光, 使您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,事业有成, 化善化凶,吉祥如意,使您能够随光明道路前进, 发挥自我的一切智慧,达到理想的境界, 若能虔诚陪带或供奉,将是一生聚财手财, 顺利平安,消败免难, 大金豪抓住转月王才狩猎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